为了解决南屯区中台社区及台中四个监狱看守所的供水问题 立法委员张辽万坚特别争取预算召开协调会 希望能够解决问题 这一场由立委张辽万坚所争取来的自来水加压站启用于是 位在台中市大渡山下的中台社区三婆地 因为当地自来水不稳定 加上附近有台中监狱看守所拟子监狱 借治所四个监所所已经常无预警停水 立委张辽万坚因此跟市议员张耀忠 何文海跟村社里长李志阳 邀请自来水公司紧急提拨930万的经费 设置供水加压设施 解决了水压不足的问题 透过里长跟我陈情 社区也跟我陈情 所以我就找自来水公司召开一个协调会 把这边的问题解决 那我们很高兴这个速度相当的快 那差不多不到一年的时间 自来水公司就宽列了预算 两千多万 一方面来解决加压站的不足 一方面来想办法来披设第二条管线 自来水管线 让水源能够充足 花了一些经费 筹资经费来做一些双系统双水源 的一个供水系统 那目前正式开始启用了 那在未来这个地方的水源会更充足 那水压也会更稳定 自来水公司还表示 为了彻底解决水压不足的问题 三六万间立委又争取了 两千两百八十万的经费 从台中精密园区培德路 埋设新水管 引接新水源到中台社区 让当地的民众跟政府机关 都能够安心用水 改善生活品质 在社区过去以来 就是都 都为这个缺水所苦 那感谢这个万间跟自来水公司 这一次可以做这些双 双水源 双系统 那我想这个在某个程度上可以解决 中台社区的水源以外 还可以对这个法务部的 介质署的相关的四个单位 一万八千多人 可缺水问题获得解决 感谢自来水公司区委员 议员他们 努力的争取 因为我们中台社区 地势比较高 所以一定要增设水压 加压站 然后才能把水 打去我们的 我们那个所有的住户的家庭 引用 张廖万间立委表示 这一次自来水公司 设置了加压站 跟沉水式电动搓水机 已经在上个月启用 只要这个月底 再完成30公尺的野溪水管桥 就可以彻底解决台中市 南屯中台社区 监狱 看守所跟温泉路一带的供水问题 让当地的民众都相当肯定 跟高兴 记者陈文旭 李佳金 李金生台中报道 来中台第二加压站 自来水加压站 完工启用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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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